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就卡在我们刚才已经打开的这个端子这儿 你看这样现在是卡着的状态 我们需要用尖嘴钳把这边上都固定一下 差不多能固定好就行了 好 就是确定这个线是确定这个线是固定在里边的 然后这个线这一端接好了之后 我们按刚才的方法这边是卡着的这儿有一个卡环 然后我们对应的这个地方然后往下按 我来弄的 没关系 放心吧客户弯不上去他也会 就是来回的弄一下 然后只要能进去我们把它插进去就行 然后现在是一个好的状态 我们拉一下线 只要线是拉不出来的就证明已经卡进去了 这是这是在只有尖嘴钳的情况下我们的操作方法 然后下面给您展示是我们有烙铁还有焊锡线的情况下怎么操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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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